本節目每週二週五在乾淨世界讀播 歡迎訂閱精英論壇在乾淨世界的頻道 對台灣政策不僅是對國家資產的 也對個人資產 對中共點了十個人的名字 包括中央政治局常委 限制孔子學院在美國發展這麼一個法案 國土安全部他提出來的 在外國傳播孔子學院 在中國是馬列學院 中共不斷地在突破美國的底片 美國人能不能去中國買一片耕地 辦一個華盛頓學院恐怕是不行的 六年前美國社會的基因仍然普遍把中共當成夥伴 甚至擁有 但現在已經徹底改變了